阿弥陀佛,各位菩萨师兄师姐们,法师们吉祥 今天为大家来谈中润图解 我的中润图解是这一本书 在写的当中呢,有一些朋友跟我反映哦 就是他们其实有点看不懂 所以我才想到说应该是不是要来制作影片 来逐一说明我写的中润图解 中润图解呢,其实他很好懂 为什么呢? 其实中润在刚开始的时候一直谈的是一个部分 就是缘分哦 诸法一缘身,诸法一缘面 这个缘呢,分为四个缘 我有开另外一个节目叫做四缘不生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我的YouTube频道去搜寻四缘不生 四种缘分分别为因缘 次第缘 所缘缘 还有真上缘 我有开一个节目 大家可以去搜寻 今天呢,四缘不生就站在天放下 我们要正确的看待这个缘分 我们就要用这个正方形呢 来做代入的一个 帮助大家理解这个缘 我将中关的这个缘呢 前提先假设是一个正方形哦 那么正方形呢 有的人就会说 其实它是一个空气的存在 就是意思是说 表面上是有这个缘 但是事实上就没有这个缘哦 这样的说法其实要分哦 分什么呢 分世俗地跟第一异地 如果将世俗地跟第一异地呢 能够都清楚了之后 你才会正确的理解 这个空气般的这个缘到底有没有真实的存在 又或者 其实 龙殊菩萨又更进一步 在看这个世俗地跟第一异地之前 他又谈到一切皆空 必尽空的现象 但是呢 因为引起了很多的外道的驳斥哦 所以他就会开始 就是指责 就是龙殊菩萨 您啊 是指因果不空 因果空了吗 你难道是说三宝空了吗 那这一部分也很精彩哦 我们可以跟大众来预告 就是我接下来会开的一个节目 也就是 英顺长老 他一直很深刻的 带我们去理解 就是四圣地哦 就是龙殊菩萨所写的四圣地 那么 藉由这一个四圣地的观察 龙殊菩萨告诉我们 就是说 如果很多人 他是用为世的角度 去看 这个中润 这个缘分 又或者是 所有的诸法的现象 因为 诸法是因缘而生 所以 他还是一种空性 因为 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现象呢 大家如果说 执着于 就是有 那么就会陷入 为世的一个探讨 所以说说 有很多人就会 我这里就写 很多人就看 正方形的缺点 也就是在讲 为世呢 说不空 那么 如果不空 正方形 永远都不空 这个缘都存在 那么 我有苦 我看到了 很多事情 现象的缺失 那么 我就无法 有能力去 扭转 改变 就是有一些 生老病死的苦痛 那么 因为我学了 为世去观察 这样一切 法都不空 那么 很多事情 就没有办法 进入 苦极灭道 的一个状况 但事实上 并不是这样 真正的为世 好像也不是叫 我们这样观察 它是告诉我们 转世成志哦 这个部分也请各位 在另外做探讨哦 那么 就我文章所写的 很多人也会继续看什么呢 看正方形的优点 什么优点 这个缘啊 它有如来藏所描述的 那样的情况 什么情况呢 就是有自信 可是我们要清楚 如来藏的自信 跟中论的自信 是两码子是 他们描述的自信 都是翻译成中文 同一个词 可是 毕竟 不是讲 同一件事情 所以呢 就有一些人 他看待缘分的时候 就执着着 美好的现象 哇 人人都有佛性啊 一切众生 皆是未来佛啊 所以呢 那个 那个夫妻 那个男女朋友之间 那个女朋友啊 哇 长得好啊 追啊 追他 这个男朋友好啊 执着他 没有他 就天上的星星都不见了 有没有 都看不到了 那个星云大师就写这样 天上的星星那么多颗 为何独爱那一个 好 地上的人儿 比星多 为何独爱这一个呢 好 你就一看哦 这个人的优点 真好啊 我在他身上 才能感受到快乐呀 所有的人 所有任何事情 除了爱情之外 都不能让我感受到快乐呀 所以 就会产生执着 然后就你看社会现象 就会有一些负面的 我爱不到 哇 我就怎样 抢过来 爱不到 我就不要活了 好 所以 这都是一种执着的现象 对圆没有真正的认识 所以呢 我们再继续清楚下一个部分 就是很多人又看这个正方形 它其实只是一个模具 没有错 正方形 怎么会用正方形看圆呢 也可以用圆形啊 我也可以说正方形是空啊 它本来是个透明的假象 对不对 你这样的一个社论呢 都是一种明假跟法假 这个在龙树菩萨的中论里面 也提到这一部分 来做一个推翻哦 其实书写的比较严肃 他说破斥 就是意思说 你说这样不对 这样也不对 那说正方形是圆的 不对 说它是空的 也不对 好 因为 它的存在是一种假实色 就是一种标签 一个名称 就是 我今天是用正方形 是因为它有零零角角 可以让我们 就是可以方便看到正方形 因为有这个正方 所以呢 可以就是 有一个对立面 而这个对立面呢 可以帮助我们 就是看到 就是说事物的现象 有很多人喜欢从正面看反面 有喜欢从上面看下面 从左边看右边 那就是变成两个 那这种现象呢 你如果执着的话 就会产生一种拉扯 那这种拉扯呢 你会想 我们举例 如果你还是不太懂 我们可以说 我很有钱 我的对立面就是 嗯 我可以买到美食 好 好 举例一下 星云文集所探讨的 但是呢 没钱就买不到美食吗 所以你这样的观察 要不要重新调整一下呀 然后也有人就从 上面去看说 哎 我有钱哦 所以我可以买到医药 哦 这是一个对立面 但是我们要再思考 没钱 没有钱 买不到医药吗 有没有可能就是 食物也是医药 运动也是医药呢 所以你经常从左边看右边 从上面看下面 还有一些误导的现象 就是 有钱可以买到民生 就是别人的赞美 这是又一种对立面的想法 然后我有钱可以买到书本 我有钱可以买到老婆 买到丈夫 我有钱买到群众 你看 哇 那个吃瓜的群众多少啊 有钱买都变成我的观众了 但有钱还可以买到什么 旅行哦 我喜欢去旅游啊 去环游世界啊 真快乐啊 好 那就买到旅行 那也有人就想说 又执着了啊 我现在讲的都是执着的现象 有钱就可以买到房子啦 屋舍啦 我要搞大概高楼大厦啦 我要盖很多的民房啊 别墅啦 我有钱还可以买到什么 珠宝 女人最喜欢的 啊 钻石啊 哇 耳环啊 对不对 项链啊 对不对 好开心啊 但是我没有想到一件事 就是 这个正方形并不是只有存在于对立面而已 有时候你要在正方形的外面去看这一件事情 有钱真的可以买到美食 那买得到食欲吗 那有钱可以买到医药 可以买到健康吗 有钱可以买到床 但是可以买到睡眠吗 有钱可以买到名声跟赞美 但是你买得到知己吗 还有 有钱可以买到一本书 两本书 一个图书馆 可以建造起来 但是可以买得到气质吗 还有 有钱可以买到老婆妻妾成群 你买得到真心吗 还有 就是 买得到 更正 买得到爱情吗 你买到老婆买到 能买到爱情吗 你有钱 又可以买到很多的人追随你 那这些人 你买得到他的真心吗 还有 你有钱可以买到旅行 但是你可以买到心中的安稳跟宁静吗 你有钱可以买到房子 高楼大厦 但是你可以买到心中的知足跟安住吗 有钱可以买到珍宝 很多的富贵 但是可以买到智慧吗 所以很多人不懂得在正方形外面去看正方形 陷入其中 无法自拔 有的人呢 他就用 他就进入这个正方形里面 深入其中 行住坐卧 所想念的都是这个圆 这个正方形 所想念的都是那些美食啊 医药啊 床铺啊 赞美啊 书本啊 老婆 妻妾成群啊 还有群众啊 旅行啊 房舍啊 珍宝啊 自由啊 一大堆 但是你在正方形的内部中央 你看到的真正是正方形吗 就是意思是说 你拥有了一个太太 但是你有得到她的真正的爱情 所以你是只有拥有这一个现象 假象 或者是说你住在这个房子里面 你有真正得到安住吗 安稳眠吗 这种真正的现象 这种真正的现象一直被人们所忽略真实的样貌的正方形 也就是说你行住坐卧 所看见的缘 所看见的正方形 所看见的正方形是真实的样貌吗 所以我这边就提出说 以幸福解脱为前提 以你能够分析这个正方形吗 以你能够看破放下这个正方形吗 你能够正确的如实的知道这个正方形 所以正方形只是一个假设性的一个模具的存在 所以也有人也是会告诉我说 这个正方形到底要怎么解读呀 也就是说这个缘分我看不透啊 我看不懂呢 也就是因为如此 所以荣树菩萨才会在之后为我们来解读 苦极灭道 跟一切皆空的一个关联 那么我今天呢 就是大约讲了这一部分 来解释我的中论图解的封面 也希望可以为您带来 对荣树菩萨的智慧更深入的了解 阿弥陀佛